現在那邊整個都是雞同河 那以前旁邊呢 旁邊就是有一個 就類似波尬樓寶甲路 寶甲路這邊通行好幾 在前面的話 我們剛剛在渡船樓的時候 我們想想齁 那個水齁 一個水的話 如果說噴到大水的時候 它水有一個水流的衝擊 所以呢 從這邊路過去那邊 兩邊到下台游的時候 它不是走直線的 它就會因為這個水的衝擊的時候 它是斜的 如果說這邊過來的話 它這邊過去 這邊斜過去 因為那時候早線都是用能力去滑的 那所以就會有斜力 那如果說剛好一個板槽的時候 這邊它就可以這樣過來 所以那時候早期的話 都是用人工來 來來蹭的 那我還記得我小時候的話 就在剛剛的話 渡船樓的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的龍桌比賽 剛剛那地方的話 我辦過龍桌比賽 滑龍桌比賽 那在內湖地區的話 除了在那邊辦過之外 在松山石油公那邊 那邊也會經常辦 松山石油公 因為松山那邊跟我們內湖的桌子那邊的話 那邊經常會做龍桌比賽 那甚至呢 在東湖的地方 東湖那個 就是以前的五分 他會跟南港那邊的比賽 可是 東湖跟 跟那個南港的地方的時候 他之前的比賽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第一次的話 南港那邊贏了 可是內湖那五分的話 他覺得 不服氣 不服氣怎樣 就要求加賽 加賽呢 又這樣呢 又輸了 輸了之後 最後 那個 臂民 結果 又打架 後來就乾脆說 以後就不辦 所以 到那邊